這輛黑色就是地鐵九龍站上蓋物業 這條是廣東島 這幅照片是站在這幅星上 前面是九條鋃 隔了十八條鋃的三路幹線 這裏是九龍站 以正達來計 大家現在只可以由乘地鐵 接著是九龍站下車走過去 另一路是乘搭其中一條會經過西水的巴士線 在收費停止前下車 然後跟著這個西走進去 想說的就是 這個西跟周邊地區是非常之隔離的 第二就是跟美林地區的展望 現在西九龍其實只可以 只可以由柯士這條西走出去 只能接近左根道 又或者是落到尖沙咀 剛才說過 人只可以由九龍站那裏 經過一條天橋過去 其實對人和車來說 道路都是欠逢的 第三有關鍵的議題 其實就跟景觀有關 我們歸留了一些社學 這些社學都比較專業的名詞 但是其實很簡單 市區形態就是大家看看 會不會是小矮人的周邊 再多一些巨人呢 第二就是流通道 什麼是流通道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屏風效應 大家都不會不知道是什麼 這張照片很清楚 綠化 但是綠化會不會有人用得到它呢 看來就好像沒有人用了 還有就是 阿琴剛才說過的三隻線 我們如果升到那麼高 還會不會看到 我們很漂亮的太陽三隻線 獅子三隻線 我覺得 第二個議題就是 關於經濟 究竟西九龍的定位會是什麼呢 放進去的商業元素會是什麼呢 會不會跟油脂莫地區 造成一個直接的競爭呢 還是它應該需要一個 綠補的關係呢 還有 我們有這麼有特色的 一些的商業活動 究竟新區裡面 可不可以融化這些活動呢 隨此之外 有沒有一個 一併發展旅遊業的計劃呢 剛才阿琴講過 中產化或者是世生化 其實這件事呢 是很打擾現時區域裡面的網絡 和一些社區規路的 我們於是不覺得 平衡公眾和西九龍居民的利益 是重要的 不要忘記就是要加社區設施 在西九 除此之外 文化迷術方面 剛才分析過我們 九龍或者舊九龍區 是有很獨特與不同的一些文化 有很多的一些文化